拜托了学妹 如果碰到特别帅的贵哥的话 会不会被他冲动消费呢 学长你好 不会 长得帅又不是我老公 帅又不能当饭吃 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还是要理智消费的 拜托了学长 为什么男生会把内裤和袜子 放在一起洗啊 学妹你好 他们两个本质有什么区别吗 反正我是觉得 只要用了洗洁精或者洗衣粉 就差不多都一样 拜托了学妹 如果给你一天时间做男生 你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学长你好 我会把自己先摸一遍 想摸哪 不太能说的地方 手感好的 腹肌无所谓 有胸肌就好 拜托了学长 男生坚持爱一个人 真的有这么难吗 学妹你好 不难 我也没法一次爱两个 我不是天下唯一一个 为两个女人动心的男人吗 每次都和一个人谈 毕竟我还是很专一的嘛 拜托了学妹 女生为什么喜欢让男生 拆他们的心思 学长你好 我觉得女生会有这种反应 对男生就是感觉特别好 然后所以不敢表达自己的一些真实想法 会让别人猜呀之类的 会 我每次都这样 他会比较直接吧 就说你在想什么你就说呀 你就要让我猜之类的 因为太喜欢他了 拜托了学长 男生会因为自卑 觉得自己配不上和女朋友分手吗 我常常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但是我又会像舔狗一样 给他买很多东西花很多钱 最后分手了 他就会比较多了 再来